同学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学习第五章 P2C的安装与接线 通过这一章的学习 让我们学会P2C的安装 电源接线 外部按钮与传感器如何连接到P2C P2C输出端负载接线 在P2C使用前 我们需要将P2C正确地安装在指定的位置 P2C的安装方式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水平安装 一种是垂直安装 无论是水平安装还是垂直安装 P2C都需要安装在35毫米 DN导轨上 同时在两端应用到固定端子 用于固定P2C 防止其在导轨上滑动 在P2C的顶端 底端 以及正面都需要预留至少住25毫米的空间 这样就完成了P2C的安装 安装好之后 下一步就是根据定器图纸进行接线 每一个型号的P2C都有三种不同的规格 但是它们的接线方式大体上是比较相似的 我们就以1214C为例 来说明这几种类型的P2C接线方式 让我们先看第一种类型的P2C DC-DC-DC类型 它的电源接口处有三个接口 L、振、M和GND L振需要连接24伏振 M需要连接24伏复 接地需要单独的接上 在这里需要提醒同学们 接地严格意义上是必须接的 它能防止许多电器干扰 如果不按规定接地 P2C可能会受到干扰 而不能正常的工作 在电源旁还有一路电源信号 但是它的箭头方向 却和供电电源方向相反 所以提示同学们 这是对外供电 对外供电是对什么 外部设备供电呢 它是对外部的一些传感器和按钮 提供24伏电源使用 在前面的课程当中 我们说过 P2C会扫描物理输入点的信号 并将其刷新到过程印象区当中 这些物理信号就需要构成完整的电器回路 才能产生 接下来是触点的接线 在这里以开关接线为例进行说明 EMO代表的是公共接线端 是所有输入点信号内部的公共端子 因此EMO接电源负级 开关需要接电源阵级 这种方式被称为共阴级接法 对于输出触点端口 接线也有要求 3L阵连接电源阵级 3M连接电源负级 所有负载一端连在一起 同电源负级相连接 如果用到了模拟量 可以将模拟量的信号在连接上 PRC自带模拟量接线方式较为简单 直接与信号并连上就可以了 对于ACDC Relay类型的PRC而言 电源端的接线时需要注意 接的是交流电 LE接的是火线 N接的是零线 输入触点接线的方式则相同 输出触点既可以接交流电源 也可以接直流电源 由于是继电器输出 所以没有接线方向的区分 对于DCDC Relay类型 电源输入端改为DC供电 其余接法和ACDC Relay类型的PRC一致 我们介绍了PRC输入触点开关接线的方法 对于没有正负级参考的开关 接线时不用考虑电流的方向问题 但对于有极性的开关 传感器则需要考虑电流流向的问题 在这里我们以PNP类型三线制传感器为例 讲解接线的方法 对于三线制传感器 它有三条信号线 棕色线代表电源阵 需要以电源阵级相连接 蓝色代表电源阵 需要以电源阵级相连接 而黑色代表信号输出 需要连接到输入触点 此时需要考虑EM公共端 是接电源阵级还是电源阵级 根据晶体管相关的知识 当传感器检测到有物体时 输出端会与电源的阵级相接通 此时要形成电流回路 1M公共端只能接到电源阵级 对于两线制的传感器而言 只需按照正负极性的接线方式 对应接到线纳端口就可以了 这里需要提醒同学们注意 当三线制传感器接法固定后 两线制传感器的方向也就固定下来了 三线制传感器当中 还有一种NPN类型的传感器 对于NPN型的传感器 它的接线方式在信号上 恰好和PNP相反 棕色线纜接入电源的正极 蓝色电源接入电源的负极 蓝色电源线接入电源的负极 黑色线连接到输入触点 当NPN传感器检测到物体时 信号线输出会与电源的负极接通 此时1M公共端只能连接到电源的正极 才能形成电流回路 同理 此时两线制传感器的接线方式 也就固定下来了 同学们第一次接触到三线制传感器接线 可能容易犯错误 但熟练掌握后 将接线变得较为容易 在这里提一个问题 在输入端能否同时存在 NPN三线制传感器和PNP三线制传感器 这个留给同学们 课下自行进行思考 我们总结下今天的课程 我们学习了PLC的安装 在安装过程中 我们强调了要预留出足够的空间 在安装学习完成之后 我们学习了PLC如何接线 分别以DC-DC-DC类型 DC-DC-Relay类型 AC-DC-Relay类型进行说明 最后是三线制传感器接线的方法 NPN和PNP两种类型 同学们学习完成之后 我们留下两个课后的小思考题 给同学们思考 第一个是CPU-1214C-AC-DC-Relay 输入端共振的接法是怎么接 第二个是CPU-1214C-DC-DC-Relay 输入端共振的接法怎么接 好了 本次课程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 我们下次课程再见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 гляn把则 territor铃舆